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上礼拜我有讲到就是这个环境的使用方法 一定要写在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 那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你不要没事一直插入太多个模组 因为太多个空的 你知道说像之前有同学 因为被挡住了 被这个挡住了 所以他以为没有插入模组 一直插入模组 然后一直写 他就写了很多地方 所以他找不到你的程式写在哪里 这也是比较麻烦的 模组可以很多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找得到 你不要说一堆空的打开一堆空的 没有东西 你要知道说你写在最多余的话 按右键你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 不要汇出 那至于那个名称的话 如果你这样看 看起来觉得不能够辨识的话 你也可以更改名称没关系 下面不就有一个什么 它的名字吗 你可以把它的名字改一下 它名称就变了 给这没有关系 打中文也可以 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你将来程式 Module有点像是你的VBA程式的一个分类 一般我们也许叫类别之类的 反正就放在这边写在这个位置 所以刚刚做完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做两个按钮 按钮我之前讲过 插入表单公式项 点一下这边可以拉一下 有没有 然后放开 就指定哪一个 门号公式 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要 把这个上面的按钮 从这个贴上就可以了 那这个做完之后你按一下 OK了 清楚也做一下 反正这个上面有讲过 所以这个把它删除的话就按右键剪掉 也没关系 因为或者你按右键 因为你要删掉它的话 还要按右键再按左键 然后按delice 我觉得有点麻烦 所以你干脆如果你要删掉 按右键剪下也可以 它等于是把它删除掉 OK 所以这个输出公式 它就怎么样 for i 等于是到103列 然后帮我怎么样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丢什么东西呢 丢这个公式到这个储存格 那因为它辨识出 这个双引号 我把它变两个 所以丢公式它两个又换回一个了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你一个 VBA也是一个 那会不知道说 这个双引号到底是VBA里面用的呢 还是你将来要丢到公式里面用的 它会搞不清楚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清楚 这个刚刚有讲过 清楚的话 其实程式就是把公式后面这个 把它改成这样 那它就丢进来的东西就是没有了 这个就叫空字串 空字串意思就是没有东西 那VBA是这样用 Excel也是这样用 你在公式里面也是这样用 OK 没有东西 没有文字的意思 OK 然后把公式丢过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另外一个写法 我上一半有demo 就是如果我今天丢的话呢 我不要丢这个公式 而是要丢我在VBA处理完的结果 再帮我丢进来 那程式该如何写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要写另外一种写法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其实有些部分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重写了 我干脆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那拿这个来改的话 你可以 选取这个范围 复制 你Ctrl C Ctrl V 也可以 我习惯是拖拉加Ctrl鍵 其实拖拉加Ctrl鍵 就是复制贴了 这一招还蛮好用 因为写成是很快就OK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门号 那输出的话呢 我要输出什么 我还是先把它输出成这样就好了 反正就跟清楚一样 但是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我要输出的话 我不是丢公式 我是要什么 我是要逐一逐一的丢我要的东西 那我要的公式 其实跟之前我们写 这一个公式还蛮像的 只不过公式是在Excel里面执行 那VBA的话 它的执行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那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丢09好了 OK 09的话 我先数五给各位看 执行 有没有 丢不来 不过因为Excel里面 它就意思是说 把09丢到这个范围的储存格里面 OK 那可是因为 大家应该知道了 在数字里面没有零开头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把零去掉 那09什么呢 end 有没有 不过BBA里面的end 记得前后要空白 end什么呢 end我要什么东西呢 09我要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怎么样可以把它找到 并且帮我创在这边呢 特别是你要学会用Sales Sales的话 这个储存格的位置叫什么 叫Sales 因为同样是列 但是I列的F栏 所以其实基本上跟这个差在哪里 差在E把它改的F就好 所以有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我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复制我刚刚讲的拖拉加Ctrl键 然后这边改F 这样的话就是09 11或28 输出看看 执行911 因为丢过去 那后面的话一个减符号 减的符号就空一格加end 加一个减的符号 不过这个减的符号加上去的话 它就不是数字了 所以你这边执行的话 你会把零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减 里面只要有一个文字 一个字不是那个什么 不是数字 它就把它当文字看待 OK 好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再丢什么 丢 这个变三码之后丢过来 那你如果说空一格end什么 end这个除成格的话 那就g 所以其实可以再拿这个复制 复制end这个 那这边把它改成g OK 不过这样丢的话变成什么 84 有没有 有个两码三码 那一样的问题 我要输出变成三码 那之前我们用过一个函数叫test 那可是VBA里面有没有test吗 特别是VBA里面的函数 跟e-sale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OK 它没有各式不一样的函数 所以根据我查询的结果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它也是可以类似test的功能 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它的名称不叫test 它的名称叫format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外面包一个什么 先空一格 我在前面先打一个VBA 其实未来 如果你想知道 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的话 你就先打个VBA 再按个点就可以了 它就会帮你把VBA里面 所有的函数都帮你列出来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函数 叫做format F开头 F开头 其实就是跟test还蛮像的 test里面不是有个叫format test 不过我觉得叫format 好像比较适合 你叫test好像文字 根本跟格式化扯不上边 所以应该叫format 刚好e-sale叫format VBA叫format 所以我们format vba.format 然后前括弧 使用的方法一样把字给他 后面逗点 双引号两个 0 0 0 后双引号 这个用法跟test一模一样 后括弧一下 好 这样的话 其实主要只是把test改成format 慢慢执行看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3 2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是g 这个是h 写法你会发现后面这一串 好像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串复制到后面 把这个区域改成h 不就好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律师吧 OK 所以其实 慢慢习惯之后的话 你就用理解的千万不要死倍 那为什么我要把vba的环境变比较小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这样移动下来看一下 我看我要该怎么做下一步 我可以比较灵活的去撰写我下一步的程式 那我的下一步程式不是说我把它背起来 而是说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你只要知道你要做出什么结果 你就有办法把这个程式写 所以后面的话你就把它end一个简的符号 所以从哪边呢 从这边有没有 从这边复制到这边贴到后面去就好 所以我从这边包含那个空白 空白这一串 复制贴过来 复制贴 我按拖拉加Ctrl键 它就过来 然后这边把它改h 特别是只要不要做错 尤其是end end前后要空白 end什么呢 你会发现又多一个end 一个h蓝 然后也是把它变成三码 好大功告成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一串吧 这一串也不用 不是用背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我希望把它移到边边 然后 油标放中间 点一下就可以了 ok了 好 那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看到的结果有没有 它上面就是什么 这个弄好的结果丢过来而已 所以里面不会是公司 那刚刚丢过来的就是公司 ok 所以这两种的写法 在VBA里面都是ok的 那至于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看你自己怎么用 ok 不过哪一个比较好写呢 当然看起来应该 如果简单程度来看 应该第一种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你要注意 丢这个I的时候 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做完了 MIC 这个丢公式刚刚讲的 结果是一个公式 清楚 那再丢门号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就是最后的结果 ok 那没有问题吧 只是说你要熟练的把它写出来 应该会有一点问题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们刚刚是直接拿上面的复制下来改 但你拿清楚来改可以 这边把它改成门号 2的话 可能这后面的话 本来是一个双引号 这样子吧 那你就是先零9 然后空一格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串哪一个呢 串这个 所以就是end 记得end 串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是f 所以你把这个拉过来f 然后再end 一个简的符号 所以再给它一个简的符号 然后再end 后面的话呢 然后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 这个format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vba 点format 这个vba 点你不打没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之前蛮多东西问说老师 有的时候你这个有打 有时候没打 可不可以 两个都可以 ok 两可 为什么打 其实好处是点下去 它会自己带 有些函数太长 会怕被错 所以这会比较ok 然后就把它刮胡一下 然后什么呢 把这个丢过来之后变成g 这个变成g ok 那g之后的话 后面记得加一个d点 000 然后呢 后刮胡要加一下 那再来就不用了 就是直接把这一串复制一下 丢到后面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改在h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现在没什么 不过 应该有点难度 试试看吧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尽量还是用理解的 千万不要10倍 第二个呢 一定要做熟 因为以后VBA 用来用去 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尤其像什么sales物件 sales哪一个出生格 因为你将来一定要把 什么资料放在哪个位置 你要告他 再来一定会有重复 所以会有回圈 那这些东西呢 一定都会反复出现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